那在最近兩年來呢 桃園市就依照這個政策的方向 積極的去規劃以及興建 那就原本規劃在今年底呢 要完成10處社會住宅基地的發包 那目前的進度已經順利發包8個基地了 其中6個基地已經正式動工了 市府也要分階段的方式來逐年做推動 第一個階段就是要規劃12處的基地 大約能夠提供5000戶的社會住宅 來讓民眾來入住 那我們趕快一起來追蹤一下 社會住宅這個進度吧 從這兩年來一個接著一個的動土儀式 市府推動社會住宅的力道可見一般 按照市府的分階段規劃 第一階段會有12個基地 要提供5000戶的社宅 座落在桃園、巴德、盧竹、中立四個行政區 今年底要完成10處基地發包 而截至10月離址 已經有6處正式動工 分別是中路1號、2號、3號 與巴德1號、2號、3號 目前我們土地協調取得的 而且已經進入規劃設計的已經有12處了 那目前有10處 也已經 勞務規劃的部分已經完成一個階段 也已經進入工程了 那目前12階段的社會住宅已經可以提供4700戶 將近5000戶 後續第二階段的社會住宅建設 主要會在揚美與平鎮地區 相關工程勞務案正在進行發包作業 加上其他儲備基地 師傅希望可以達到31處設宅的目標 當中也包括之後航空城計畫 拆遷戶的安置住宅 未來都可以作為社會宅使用 那未來的部分我們也會透過 航空城 我們先有一個安置的住宅 那安置住宅階段性任務完成以後 我們會把安置住宅轉為社會住宅 那另外我們在 興建及規劃的過程中 我們也積極地在蒐集儲備用地 例如說跟國防部 國有查安署 然後協調以有償博用或無償博用的方式 那另外透過都市計畫的手段 透過捷運站的周邊整體開發 也取得很多的儲備用地 目前儲備用地加起來已經有12000戶了 但是這12000戶的部分 我們會是一二階段 社會住宅的入住情形 然後隨時滾動式檢討 市府規劃的社會宅數量目標是12000戶 目前的完成進度還不到一半 如何能確實按照計畫分階段推動 也繼續考驗市府單位的執行力 好比有限新聞您的操縱和報導 在公司的表面看是沒有纏到的 名字研究員 同樣子 會打 digo 谢谢观看